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比较好 那下次天气要有明显变化 预估是在周三跟周四 届时会有大陆冷气团来影响我们 全台湾低温会剩下12到13度 当然不少人也关心下周六 1月13投票日天气 目前看系统显示 各地到时的天气状况都很晴朗稳定 不过要留意的是日夜的温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